大家好,我是佩吉 欢迎再次回到巴菲特乡学院的美股价值投资的YouTube频道 那这系列的影片呢 一样是教大家怎么去使用TDMetri的那个下单软体 所以今天要跟你分享的是 要怎么样在下单软体里面去查账 去看你过去的交易记录 在软体里面呢 要看交易记录的话呢 就从这个Monitor到AccountStatement 它的预设值呢 是现在的一天之前 就昨天的 那我们通常如果要查账可能是比较久的时间 所以它可以怎么选呢 这边预设给你选的是 从今天往前退的30天 或者是你可以再指定远一点的日期 那它这边有说 最长的时间是370天 就大概是一年之内的 你用软体还可以查到 可以说一年以上的呢 你就要进到券商的网站的后台 那都是可以查到 你所有的记录都可以查到 那比较方便查的话 你可以直接从下单软体这边去查 那可以查大概一年内的交易 那我就来按一下 如果从今年的1月1号 那到我今天录影的这个日期这样 那么把第一个Cash & Sweet Vehicle 点开来 它就会让你看到所有的现金的流动 非常的复杂 非常详细哦 所有的现金流都有记录在这边 那你会看到 你说我没有来动这些 这什么意思就是 其实呢你放在券商里面的现金呢 它会帮你先暂时移到另外一个地方 叫做货币市场基金去做投资 然后呢那个货币市场基金啊 它的报酬率非常低 然后会有给你一点点的历史价 在你没有使用到的现金 把你的钱再挪来挪去的 那算是正常 你不用去操作 它也会有这种事情 那它只是给你看它的记录 那你说那我的钱 这它还要去哪里 你要用的时候它随时 它马上就会还给你了 好所以不用过度的担心 那你这边也可以选啊 我只要看交易的现金 我只要看交易的或是存钱的 所以如果你是有转账进去 你也可以从这边看 或是transfer 就是互相转账的 或是你有领钱的啊 那个现金的流动都在这里 看看如果只有trade 如果有零股息 这边也可以看得到 如果只有看trade跟零股息的话 那因为零股息 零股息的话 模拟仓没有在模拟股息这件事情 如果是真实的账户 你有买股息股的话 它会出现有股息的东西 那如果是模拟仓的话 基本上是没有 接下来我们看第三个 第三个是order history 就是你在这个时间区间 所去下单的记录 然后有几个在working啊 几个成交等等 都会显示出来 这边呢 就会显示你最近交易的记录 那如果你是很多的话 如果你的交易量很多 然后你想要去看 特定一个股票的交易记录 你可以在这边输入 比如说我只要看 要看ADB的好了 这边输入呢 它就会只显示 你想要看的那一个 那你就可以看到说 这是9月23号几点几分买的 然后买了多少数量 让它的价格是多少 我可以去查 好那equities是持有的股票 这是曾经做过的选择权 然后它的损益是多少 然后这个账户的总损益是多少 都会起来这边 然后目前账户的总价值是 Net liquidating value 所以在这边呢 大家都可以去 自己去试着点点看 不同的日期 好不同的日期 或是你去看不同的股票 然后你这边输入呢 它就会全部帮你列表出来 在370天之内 那如果你在这个栏位呢 有任何的看不懂呢 都可以打电话给客服 他们会给你解释 每个栏位是怎么计算的 那以上呢 是今天这个影片呢 教大家怎么从下单软体 去看你370天之内的 所有的 不管是交易记录 转账的记录 零股息的记录 都可以直接在软体这边看到 就不用再进入到 滴滴的网站 那如果你有要查 370天以上的 那你就记得要进入 网站里面去做查询 然后大家记得下单的时候 你千万要知道 你还剩下多少钱 大家知道 还剩下多少现金 要怎么看吗 然后可以输入在 底下的留言区 我只提示你千万 不要去看 可用余额 那是骗你的 那到底要看 哪一个栏位 才是正确的呢 好 知道答案的呢 可以在留言区跟大家分享 不要不要骗几男人 好好地讲正确的答案 大家小心在 下单的时候呢 都不要去跟券商借到钱 然后祝大家投资 都可以非常的顺利 然后稳定的累积你的资产 如果你还不知道 要怎么做稳定的投资 就欢迎来参加 巴菲相同学院的 每股价值投资分享会 然后把链接放在底下 频道里面呢 有非常多相关的教学 都是免费提供给大家的 大家也可以慢慢的 在我们频道里面学习 我们就下个影片再见了 拜拜